到底口罩要怎么戴才是正确的那个方法 到底口罩是要怎么戴呢 我们来示范一下 外科口罩有两面嘛 白色这一面是朝内 蓝色这一面是朝外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软软的一个 就是可以折起来的 铁丝嘛 然后我们要把它 弄好这样子折起来 用在鼻子这边 好鼻梁 鼻梁这边然后呢 把这个勾起来 之后打开 好 记得鼻梁这边必须要压一下 这样子才可以就是这一层 戏剧不会跑进来 就这样子 这么简单的方式应该大家都会戴 可是外面的 我出去外面看到很多民众 戴口罩都戴错了 比如说 这样 这个也不行哦 这样不行哦 这样不行 鼻子露出来不行 你就是 你会吸很多戏剧呢 好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或者是有人这样戴 就没有把它打开哦 就给它 就是这样贴上去 就会有漏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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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呢这个铁丝呢 有一个功用 它就是特别是 勾在鼻子这边 在鼻子这边呢 如果你压得很好的话呢 其实是如果 即便你戴眼镜的话呢 它是不会有所谓的雾气的 那在戴口罩之前 我们就知道说 不只是要戴口罩 戴口罩之前 要先洗手 对对对对 如果你戴口罩之前 你没有洗手 其实也没有用